即将举办的高雄试运上有哪些项目是我国有希望夺牌的呢 在北京奥运涌夺了举重铜牌的陈伟玲 她就是试运比赛项目当中建立的好手 原来呢这个陈伟玲她不只是举重的拿手 她还曾经在2007年获得的世界杯建立的冠军 而这一次的高雄试运当中她很有希望为我国来立拼金牌 北京奥运一举夺下举重铜牌 陈伟玲成了台湾女英雄 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举重 陈伟玲在建立项目也很拿手 举重的技术层面比较高 那建立的力量层面比较高 那包括就是说举重本身就要有力 可是如果举重你没力的话 技术技术好的话 它可以弥补很多东西 可是那建立就是要力量 那举重你技术再好 建立你没有力 提不起来就是提不起来 建立跟举重看起来类似 但技巧方式都不相同 陈伟玲却能巧妙融合 屡屡在国际比赛拿下好成绩 我从1996年到2005年 都是拿世界第二 后来就2006到2007的时候 就拿世界冠军 陈伟玲博二开始练举重 也同时学习建立 从1996年开始就在世界排前三名 还在2007年世界杯得到建立冠军 很有希望在这次的高雄试运 为我国立平金牌 包括是说不管是建立是举重 你每一场比赛大家都会注重在你的焦点身上 我的教练没有够压力 所以我比较不会去在乎到别人的眼光 在金澳大放一彩之后 陈伟玲一年来备受关注 不过他将压力转换成动力 对他来说高高举起的不只是沉重的高零 还有全国民众最深的期望